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雀山县 这里是雀山县的北泉寺 这个视频就拍一下这里 北泉寺位于雀山县城西北 7.5公里处的乐山和秀山之间 这里距离驻马殿有22公里 这里最初新建于北七年间 至今已经有1400多年历史了 这里最早的时候叫做天宫 唐朝时改名为知福禅寺 宋代改为万寿禅院 因雀山县城西至南向北有山泉 南泉中泉和北泉 泉前都有寺院 这座寺院位于北泉 所以叫做北泉寺 可能有的朋友会有疑问 这个北泉寺和别的寺院的建筑风格 好像不太一样 今天的北泉寺因做过国营临场场布 所以古今建筑杂居风格各异 历代的文人柿子多有于此 在这里留下了不少诗文墨宝及佳话 历代的文人柿子多有于此 这是院内的唐柏 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了 这棵树倾斜着 现在已经用钢管加固了 相传 这棵树是唐朝大将 玉池宫所摘 所以叫做唐柏 这棵树的翻炼 将拋作 这个树的年份应该也不短 这里就是北泉寺内比较有名的八卦九曲池 始建于北七年间 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历史了 一方一圆 方池叫做九曲池 圆池叫做八卦池 池中的水清澈见底 据说八卦九曲池里面的水 含有大量矿物质 取这里面的水煮茶 清裂甘甜 能强身健体 这座石碑上方雕刻着有两条笼 看上去雕刻的还是挺精致的 碑纹已经随着雨水的侵蚀已经不显示了 石碑的两侧各有一个石柱 上面雕刻的也是有图案的 这是另一棵唐柏 树林也是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据说这棵树也是唐朝玉石宫所种 这棵树树干是挺直的 东边的那棵唐柏 树身向南倾斜着 在八卦池的周围 立着许多石碑石柱 由于风雨长期侵蚀 石碑和石柱上面的很多字迹 已经模糊不清了 这应该是个莲花的石座 在这个石板上雕刻有一座佛 这边很多石碑上基本上看不到字迹 这边是大雄宝地 这个石柱上面刻有 山中天地宽 石柱的左下方有 颜真清书四个字 这个石碑上面的字体 还是清晰可见的 上面写着 成坛印月空不住 弦云照影济无声 这个石柱上面刻着 佛界 钱 坤大 韬月空不住 要不住 也不住 Itu就算是在这一面 手里面 清晰 肉不住 韬月 就算是温柔 还有 带来 带来 每个人 每个人 都坐 这边 其实 前面就是北泉寺唯一的古建筑 卢宫池是个青寺的建筑 是明嘉靖二十六年 一五四七年 汝宁知府潘于政 县令徐大来复建 当年有碑祭祀 如今碑不知所终 现在这里是雀山佛教协会所在 屋外的门口有一对石丝 看上去还是挺精巧玲珑的 在卢宫池门外还有一棵银杏树 据说颜真青就是被 溢死于在这棵的银杏树下 后人为了纪念颜真青 在此建了卢宫池 里面树有颜真青的座像 北泉寺一共有四棵枝叶参天的银杏树 这几棵古树树林已经都有1400多年 这几棵古树据说是驻马店最古老的银杏树 千年古叉北泉寺 院内古墓餐天 前面就是北泉寺的正殿 大雄宝殿 殿内供奉着如来佛和南海观音雕像 前面这棵银杏树是北泉寺最大的一棵 这棵树已经有1400多年了 这棵银杏直径有7.5米 枝叶茂盛 遮天蔽日 树干已经形成空洞 里面可摆一张桌子 据说雨天被雷劈种过 银杏树从中间被劈开 树干内部起了火 所以被烧成了一个很大的空洞 大雨过后 村民发现这棵银杏树的叶子落了一地 这棵树也被火烧死了 随之第二年的春季 这棵银杏树又发出了新芽 因为遭到雷击 被火烧的痕迹至今依然尚在 这棵大树生命力十分顽强 虽然树深空了 树干黑极斑斑 而且多处呈动撞 但它依然能单薄的树皮 支撑着巨大的树冠 经雨雪而不倒 立强峰而不折 这是北泉市内的第三棵银杏树 也是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了 相传这四棵银杏树 置于水草 因为银杏树又称白果树 所以人们称它为水果 这些古树虽然经历了千年风雨 但这些古树仍根深夜貌 升级勃勃 这是北泉市的第四棵银杏树 这棵树位于寺院外面 这棵银杏树和其他三棵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三个枝杆上 又长出三棵钩树 看真是奇迹 这棵树的主枝杆上 长有一棵小树 树叶和其他的树枝上的银杏叶 有明显的不同 现在已经出来了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